杰旭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检察官 因一起案件被冤入狱 而这个监狱中三分之一的犯人 过去都是被他亲手送进来的 刚入狱时因为都是他的仇家 经常被一群人合起来欺负 但杰旭并没有把这种小事放在心上 谁也没想到 不久后他就成了这个监狱中的大哥 就连这里的典狱长都得请他帮忙 之所以能得到这样的尊重 并不是因为杰旭格斗能力一流 而是因为他专业知识过硬 这天在操场放风的时候 他听到了两个狱警的谈话 其中一人正在为自家房产纠纷的事情 心烦不已 杰旭赶紧凑了过去 说自己能帮他 没过几天 这个纠纷案件就完美解决 对于当了十年的检察官杰旭来说 这种小儿科的纠纷根本不算什么 狱警为了表示感谢 可算让他吃上了一顿饱饭 这可比监狱的伙食强太多了 顺便他还帮另外一个狱警 解决了一只让他头疼的债务纠纷 从此之后 杰旭在监狱中名声大噪 顶狱长也时不时就过来请他喝茶 而之前一直欺负宰旭的犯人们 现在只要宰旭不爽 就会让狱警对他们一顿暴走 宰旭是个重情重义的人 把得到的物资全部分给了狱友 并且还时不时为他们重新申诉减刑的材料 转眼就过了五年 狱中大部分人都欠了宰旭的人情 然而他之所以帮助这些人 就是希望他们出狱后 能稍微帮宰旭做一点事情 因为五年前一个地产开发商 想要在一块自然保护区新建大楼 引发一群环保人士的不满 集体提出抗议 而地产商为了能够顺利进行 花钱请了一群黑道的混混们 让他们假装是环保组织的人 和维持秩序的警察们故意发生冲突 但没想到冲突中发生了意外 一个混混因为演得太卖力 不小心失手 把一个警察打成了重伤 警方将那个混混逮捕后 负责审讯他的检察官正好是宰旭 询问中宰旭发现他身体患有疾病 他的哮喘比较严重 必须依赖哮喘呼吸器来维持生命 而敏锐的宰旭很快就洞察到 这次突然的暴乱 一定是背后有人指使 但混混一口咬定 自己是环保人士 因为环保人士一旦对警察动手 社会的舆论必然会倾向于开发商 宰旭将他推到墙边 狠狠地扇了他一把掌 接着强行脱掉他的外套 身上的刺青怎么看 他都像黑道成员 杰旭确定了他的身份后 第二天准备全力以赴 把他背后的人全部揪出来 一大早来到审讯室时 却发现审讯室内的监控 不知道让谁管了 而哮喘男趴在桌上 已经一动不动 随后这个事件瞬间点燃了各大媒体 宰旭涉嫌滥用职权 故意杀人被捕 外界认为是他暴力逼供致死 明显这件事情有着强大的幕后主使 也只有宰旭自己知道 他被陷害了 他准备在开庭审判时 证明自己的清白 但就在开庭的前一晚 检察长竟然主动来找宰旭 吴检察长是他的老师 宰旭自然很尊重他的建议 检察长让他先主动承认自己的罪行 以正当防卫为由 再加上自己会帮他私底下操作关系 很快就会被无罪释放的 但隔天庭审却出了意外 法官驳回了正当防卫的理由 并以滥用职权和暴行致死的罪名 判处了宰旭15年的有期徒刑 对此决定 检察长并没有任何表示 冷眼相待后便准备转身离开 而前几天在监狱中看到新闻节目里 检察长和地产商居然一起剪彩 宰旭这才明白 原来他是被自己的老师陷害了 他写了无数次重新上诉的申请 却都被典狱长拒之门外 因为典狱长也是无检察长的人 手足无措的宰旭 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但很快事情就迎来了转机 这天监狱中又迎来了一批新人 其中一位帅哥是个骗术高超的江湖游子 在大家休息的时候 偶然看到电视里的珍稀保护动物 竟然随口就说出了几句 和之前哮喘男说过的同样的话 这个举动引起了载叙的注意 他觉得眼前这个人一定和五年前的案件有关 其初阿帅并不承认自己知道那个案件 但在监狱中 如果能吃一顿炸鸡配可乐的套餐 那绝对可以牢牢地掌控他人 阿帅大口吃着炸鸡 并告诉宰旭 自己认识那个哮喘男 因为当初他也参加了那场抵制运动 宰旭顿时感觉自己有救了 几个星期后 阿帅在宰旭的帮助下 庭审时竟然被重判无罪 但条件就是让他重获自由后 帮自己办事 阿帅为了还宰旭人情 当然非常听话 出意后就联系了之前混混们的头目 以自己无敌的酒量 把所有人灌醉 并成功从老大口中掏出情报 小船男的病情很严重 如果不及时使用缓解喷雾 很快就会死亡 还说自己当年在法庭上做了假证 然而阿帅悄悄把这些话都录了下来 通过人脉把这些消息送到宰旭手中 宰旭很快又写了再审申请 因为之前的检察长已经得到了晋升 最近在忙着拉票选举 准备竞选市长 压根没空管宰旭的事情 没有了检察长的压制 这次申请顺利送到了法官手里 没想到法官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检察长 检察长得知消息后 为了阻止他人出庭作证 命令自己的手下 直接将混混头目打死 宰旭了解了情况后 准备执行另一个计划 他让阿帅混入了检察长的支持者中 用最卖力的物资 成功引起了检察长的赞赏 事后特意和检察长留了张合照 又利用自己最擅长的花言巧语 成功将检察长的美女财物骗到手中 他趁着财务妹子熟睡时 偷偷找到账本 把所有的账目记录都拍了下来 发现其中大量的黑色收入 全部用来进行拉票选举 这下就得到了账目和录音两项有利证据 法官得到新的充足的材料后 不得不同意 宰旭的重审申请 时间过得很快 离重新开庭只剩不到一周的时间 但是目前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证人 宰旭想到了一个人 当年检察院的科长 事发后也成为了受害者 因为当年就是检察长命令他扔掉了哮喘男的呼吸器 现在他已经成了无业游民 穷得无法养家 阿帅按照宰旭的指示 从受到宰旭帮助的人那里提出了一笔巨款 直接找到急需用钱的科长将他买通 而最后一件事 就是需要拿到部长签字的传唤同意书 但部长也屈服于检察长的阴威下 他是绝对不可能在传唤书上签字的 阿帅为了这次行动最难的一部分 他早已在监狱中苦苦练习了好久部长的签名 千辛万苦终于和部长的字体一模一样 他围造了自己的证件 假扮成检察官 参加了一个检察院内部的聚会 通过自己的话言巧语 很快就得到了高层领导的赏识 顺理成章的见到了部长 但阿帅万万没想到 部长竟然如此冷酷 不过他早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迫不得已只能说自己是部长的学弟 而且还出自同一个班主任老师 部长非常喜欢拾出同门的学弟 让阿帅隔天去办公室找他好好聊聊 第二天阿帅如气而止 两人聊得不亦乐乎 这时秘书忽然叫部长出去会见一个客人 阿帅抓住这个良好的时机 找到了一只没有签字的传唤书 苦练几万遍的签字 这下终于可以发挥用处了 他一模一样的签下了部长的名字 随后邮寄给了法院 检察长得到消息后 怒气冲冲的找到了部长 部长虽然惧怕检察长 但他的职位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怎能受得了这种羞辱 当仁不让的和检察长撕破了脸 同时吩咐手下把阿帅抓回来 面对部长的审问 阿帅一点也不惧怕 只是悄悄地告诉他 难道你永远想要被人踩在脚下吗 就这样懂了新的部长 徐兴廷取了阿帅的建议 准备和他们一起扳倒检察长 要是能成功 自己以后就是真正的老大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很快到了庭审这天 宰旭以为自己马上就能够顺利的洗刷冤屈 没想到在离开监狱的门前 带领宰旭的狱警 突然被叫去办公室 空无一人的走廊 突然出现一名囚犯 他低头走到宰旭面前 二话没说 直接掏出匕首 连刺两刀 与此同时 法院已经开庭 等待了三十分钟 宰旭都没有出现 只能暂时休停 被迫出庭的检察长 安然自若地 在法官办公室喝着茶 他一开始就知道 自己不用出庭 在监狱中的宰旭 恐怕这时 已经在送往医院的路上 休息一段时间 再次开庭后 宰旭还是未能出现在法庭上 正当法官准备以被告人 藐视法庭为由 敲锤终止重审时 法院外一辆救护车 却急匆匆赶来 宰旭强装镇定的 缓缓走入法庭 他强忍着钻心的疼痛 向一号证人阿帅发起提问 阿帅证实了自己当年 也是假扮环保主义者的一员 并且强调 哮喘男患有非常严重的哮喘 平日里必须随身携带喷雾剂 而检察长就是指使他们去捣乱的幕后黑手 之后部长开始对检察长提起质疑 从取得的资料来看 检察长从地产商那里得到了大量的贿赂款 并且全部用来拉票选举 检察长这个老游子丝毫不慌 他表示这些证据都是在污蔑他 就算是真的 也只能证明他有危机行为 根本无法证明 哮喘男是他杀的 就在此时二号证人走入法庭 科长当时也留了一手 偷偷录下了他和检察长的对话 录音中得知 是检察长拿走了哮喘男的喷雾剂 与此同时 仔绪举起一个物证 告诉大家 这就是他拿走的那个喷雾剂 没想到 一直情绪平稳的检察长直接暴怒 说仔绪手中的物证根本就是假的 无话可说的检察长突然失控的冲向仔绪 而仔绪也再次明确表示 自己是被陷害的 证据证人充分的情况 要求立马逮捕检察长 就这样被冤枉陷害的仔绪 利用自己的才能和智慧 成功为自己洗刷了长达五年的园区 以普通人的身份再次回归社会 恨一个人到什么地步 才敢硬生咬碎完好的玻璃杯呢 安南市 这座腐败的小城中 从上到下 无一例外 全员恶人 这里曾是 驻韩美军的驻扎基地 美军撤离后 大片的土地空了出来 政府新建这里的计划 也得到了落实 而整个重建工程款项 高达一万亿韩元 利益当先 朴市长为了争夺这块肥肉 和其他派系高层领导们 争锋相对 朴市长明面上 是人民的好市长 但他背地里无恶不作 甚至阻止了自己的黑帮势力 而盛哥 就是他最得力的手下之一 他的职业是一名警察 但因老婆患癌 长期的治疗 导致经济压力过大 不得已只能替市长 处理那些背后的脏事 但最近市长又惹上了一个麻烦的人 准备出庭坐镇的证人 被盛哥利用美色诱惑 抓住把柄 将其暴力威胁 证人受到生命威胁后 放弃了出庭坐镇 但朴市长的心狠手辣 是出了名的 为了扫除后患 让竹竿这个无赖 把证人诱骗到了菲律宾 然后杀害 夜里盛哥把这次的报酬给了竹竿 不料这个画面 居然被盛哥的上司看到 他看着圣哥 日渐丰满的口袋十分眼红 也想从中分一杯羹 因为他知道 证人被竹竿藏了起来 这时一直在车里 等着圣哥的阿文 赢时间太久 也走进来看看什么情况 竹竿趁机逃跑 四人你追我赶 圣哥在一个角落 发现他的时候 竹竿已经舒服的昏死了过去 几分钟过后 竹竿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兴奋不已 忽然打开几个煤气罐 准备和阿文同归于尽 就在此时 圣哥急忙赶到 竹竿踢得再次昏死了过去 而死缠烂打的上司 听到动静后又追了过来 非要抢走竹竿的一千万报酬 圣哥实在忍无可忍 和上司扭打在一起 但见前眼红后的人 简直不可理喻 拿起地上的石头 就向圣哥冲了过去 然而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 就因为区区一千万的黑钱 搭上了自己的生命 但警察队长的死 却是一件大事 在圣哥手足无措之际 看着一旁躺着的竹竿 圣哥忽然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故意报警后 疯狂地揍着竹竿 就这样 朦朦胧胧的竹竿 成了这次事件的替罪羊 原本计划 马上辞职 离开警局的圣哥 被一个年轻气盛的检察官盯上了 言语间 他似乎知道 圣哥一直坐着 替朴市长擦屁股的勾道 如果圣哥不提供给他们 扳倒朴市长的证据 那么圣哥 必定免不了一场牢狱之灾 为了避免自己入狱 他只能硬着头皮 假装合作 在此期间 他不能辞职 被迫只好把自己的小弟阿文 介绍给了朴市长 隔天 朴市长正在和开发委 就项目开发权的问题 进行商讨 虽然开发委很想拿到地皮 而朴市长当仁不让 结果双方吵了起来 完事后 圣哥来和他汇报竹竿的情况 听到这个消息后 他一把掐住了圣哥的脖子 对目前这个状况非常不满 这样一来 竹竿有可能随时会爆出 朴市长背地里的所作所为 这时一个板正的西装男 推门而入 他是和朴市长长期合作的黑道头目 这次他过来告诉朴市长 开发委请了一名检察官 最近在大力调查朴市长的动向 圣哥听到后才知道 缠着他的那群人 原来是开发委请来的 隔天 检察官把他叫到了一个偏僻的办公室里 因为几天已经过去了 圣哥没有拿出任何对他们有用的证据 这时检察官掏出手机 视频中放着一个证据 原来是圣哥和别的女人排位的录像 并要挟他 如果不尽快搞来扳倒朴市长的证据 就把这段小视频发到他老婆的手机上 圣哥一听 慌了 老婆如果看到这个录像 估计会直接咽气 无奈之下 他只好妥协 答应检察官会尽快搞到朴市长的把柄 但没想到 当天晚上 市长不仅过来看望他的老婆 还拿来了治疗用的千万医疗费 看着眼前这个状况 心软之下 圣哥把自己刚和市长对话的录音直接删除 在几天后的招商会上 朴市长正在慷慨激昂的演讲着 一定会好好规划这个巨大的项目 作为一个老演员 他其实早已经安排好了黑道大哥来砸场子 为了凸显自己只为人民利益着想的好形象 即使受到黑社会势力欺压 也无所畏惧的好市长 不一会儿 黑道大哥带领众多小弟走进了会场 本来剧本是进入后直接开赶 没想到大哥进来后 竟坐在椅子上没有任何动静 阿文被派来和大哥说快动手呀 原来大哥每次都配合朴市长的表演 最后到头来得到的好处也不够多 这次来就是故意让他出仇的 然而甘生气又没有办法的朴市长 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的圣哥 圣哥心灵神会 一个眼神就明白了市长的意图 圣哥二话不说就上去挑衅 以一抵白创造了暴乱 就这样他又完成了一场 自导自演的黑道杂场暴力事件 最后还不忘大喊一句 我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 开发委的人看到朴市长这种骚操作后 气得牙斗痒痒 但却没有办法 只能再次督促年轻的检察官 如果再不快点扳倒他 你升职的梦想 或许就会成为真正的梦想了 叶丽大哥找到了朴市长 他对今天发生的事情想要表达歉意 没想到市长并没有给他留情面 黑道大哥将会成为一枚弃子 混黑道的 要的就是面子 管你什么市长局长的 不给大哥面子都得弄死你 然而朴市长狠起来什么都不怕 和大哥上纲上线对喷起来 此时保镖拦住了正在气头上的大哥 忽然从大门口冲进来一辆汽车 直接将黑道两人撞飞数米远 原来开车的人正是阿文 阿文看着两人都没死 又使劲踩了下油门 再次攻击了两人 为确保万无一失 他又再次到了回来 沈哥看着眼前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他还是原来那个可爱的阿文嘛 这么短的时间里 竟可以如此彻底的改变一个人 沈哥正准备要教训他时 却被市长拦了下来 这下阿文瞬间成了市长最新来的人 不久后检察官又开始变本加厉的威胁圣哥 逼不得已之下 他透露出一个自己知道的交易地点 一天夜里他们通过监控发现 朴市长的贴身管家经常进出这个地方 而检察官竟然要求圣哥进去查探 进去后无疑会被朴市长怀疑自己的身份 但是射出去的箭就无法回头 他硬着头皮闯了进去 没说几句话就和一群装货的混混打了起来 此时管家出来拉开了双方 急忙说都是自己人 稳定住混混们的情绪后 让他们赶快继续装车送货 圣哥被打得耳聋眼瞎 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几个外籍人竟然敢对警察大打出手 他驾驶着自己的警车 油门已经踩到油箱里 拼了命追逐那辆面包车 一顿狂飙过后 最终面包车被迎面而来的大卡车 狠狠撞翻在地 圣哥发现散落的货物下面 竟然全部都是毒品 圣哥这才知道原来朴市长竟然私下还做这种勾当 这件事很快就上了当地的热搜 满肯定是满不住了 最终管家一人替朴市长扛下了所有 不久后朴市长将圣哥叫了过去 他对圣哥的表现非常不满 随即朴市长也告诉圣哥 阿文早就把一切真相告诉了他 他的上司黄警官根本就不是竹竿杀的 但就目前这种局面来看 根本难不倒我朴市长 接着他派人混到监狱里 暗中除掉了那个准备反水的竹竿 几天后就将管家保释了出来 在回去的路上 让阿文把管家推出了及时的车外 如此一来 两个棘手的案子瞬间死无对证 朴市长继续在群众面前装作若无其事 检察官眼看自己的生殖机会 悄悄溜走 他实在是坐不住了 把圣哥叫来后 拿一块毯子蒙住就是一顿毒打 把圣哥直接揍得半死不活 并告诉他 如果他拿不出来捶死朴市长的证据 这一辈子就在监狱中度过吧 这种检察官团队和黑道又有什么区别呢 被揍后的圣哥连夜赶去了医院 因为他老婆今天就要做最后一次尝试手术了 风险极大 随时可能丧命 圣哥哭了许久后 他的内心已无任何牵挂 接着圣哥去到了病医馆 参加了朴市长管家的葬礼 并按检察官要求 带上了偷偷藏好的监听监视设备 圣哥非常坦然自若地 陈述了自己目前的情况 并且交代自己是有备而来的 检察官就在外面的停车场 看着他眼中的一切 圣哥把事情全部交代完 朴市长听到后惊恐万分 赶紧让手下出去 把那些人带进来 就这样 朴市长和检察官 在一间空旷的房间里当面对峙 把身上所有的电子设备都上脚了 小弟们全部离开了房间 圣哥离开房间后 在转角处 撞见了那几个外籍混混 准备和他们再干一架时 却被阿文拉开了 看来朴市长今天是打算要血洗灵堂了 此时房间内 他给检察官开出了一个今天的价格 无意含援准备收买检察官 另一边阿文 其实早已经收到了朴市长的命令 让他找个机会干掉圣哥 他拿枪对着圣哥 而此时此刻就是最好的机会 纵然阿文再心狠手辣 面对自己的好大哥 也迟迟下不去手 圣哥假装安慰阿文 趁机离开变态朴市长 他们俩离开韩国远走高飞 趁阿文松懈之际 抢夺他手中的枪 两人缠斗的过程中只听一声枪响 一看阿文手指掉了三根 脖子正在往出冒血 而检察官对无意含援的价格不为所动 得瑟地拿出了藏在袖口的隐藏麦克风 声称自己录下了一切对话 准备全部上交法庭 结果等检察官大摇大摆准备离开时 却被几个外籍混混挡住了去路 因为这个心狠手辣的朴市长 是不可能让知道内情的人活着离开的 外籍混混根本不惜命 直接开赶 虽然检察官他们有枪 但敌众我寡 很快就摆下阵来 活着的只剩下检察官和一名女警 朴市长为了让他看看自己有多狠 拿起刀就准备砍掉自己的胳膊 这个举动让检察官彻底屈服 然而这样根本不算完 只有朴市长说完了才算真完了 他直接给女警腿上来了一枪 然后告诉检察官 想要效忠于我就得帮我善后 女警拖着自己重弹的腿 不停地往外爬 检察官为了活命也追了出去 此时圣哥拖着阿文的身体来到了前厅 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 直接朝检察官开了几枪 再次装填了子弹 把剩下的几名小弟全部干掉 正准备对朴市长开枪时 却没有了子弹 变态朴市长此时得意忘形 他给刚刚没死的女警直接补了一枪 圣哥硬撑着将朴市长按倒在地 但这时有枪才是王道 然而没有死透的检察官又爬了起来 嘴里嘟囔着 赶快叫辆救护车 面对杀红了眼的市长 他温柔地告诉检察官 我就是你的救护车 直接开枪将检察官带走 这时圣哥又拿起来地上的左轮手枪 扣动扳机竟然是空弹 把朴市长着实吓了一大跳 他缓缓走向圣哥 随着一声枪响 市长应声道地 原来在圣哥换子弹的时候 他曾掉落在地上一颗 韩国最大的黑帮 竟然被华人所掌控 但一向爱叫真儿的韩国网友 不但对这个设定没有产生质疑 并且一致公认为 这是韩国黑帮电影的巅峰之作 虽然故事中和无间道 有着相似的卧底人设 但新世界中 并没有黑白两道的明确界限 正邪两股势力模糊化的设定 似乎更贴近于我们的真实生活 没有谁是完全正义的 同样也没有完全的恶人 金门集团是韩国势力最大的黑帮企业 近些年 金门集团负责人 实会长 深陷各种法律诉讼中 不过呢 最终因证据不足而宣布其无罪 某天夜里 从会所出来准备回家 在路口却和一辆张 车发生车祸 远在上海 忙于海外业务拓展的丁青 得知此事后 立马乘飞机赶了回来 见到好兄弟李自成的时候 开心的呀 像个没有长大的孩子一样 迫不及待的 想展示自己蹩脚的中文 虽然私底下是好兄弟 但是呢 按照黑帮的地位来讲 他是李自成的大哥 金门集团各个有身份的大佬 都在手术室门外 焦急地等待着 表面上看去 似乎大家都期待会长可以平安 但此时每个人的内心 却都各怀鬼胎 最终石会长因为伤势过重 而不幸离世 另一名会长候选人李仲九 他情绪表现得尤为激烈 而他也是最想得到会长位置的那个人 那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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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亲爱的 선배님들 요즘 공들은 좀 치십니까? 치긴 한데 뭐 会长님 자리 되시고 通 정신이 있어야지 정청이 그 새끼 밑으로 들어가서 그렇게 빨아들댔던 건 누구였더라? 선배님? 啊 우리라고 정청이 너무 이 뻘리가 있는가? 가드는 우리하고 피 한방구를 안 섞인 장괘하더라 이거 우리가 동상을 믿은 것은 뭐 기적 사실인데 살려는 드릴게 회장님이 과연 사고로 죽었을까? 会长夜里回家途中 发生车祸 不幸身亡 这种事儿呀 显然是故意有人所做 需做这种事儿的 无非就两种人 一种是会长多年来的仇敌所做 属于个人恩怨 但时会长早就统一了 韩国最大的三股黑帮势力 并且多年来集团的发展和利益方面 各位大佬都十分满意 所以不存在仇家 另一种是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 符合下一任会长继承人的 只有两人 丁青忙着拓展海外市场 生意做得如火如荼 会长位置 对于他来说可有可无 而李仲九狂妄自打 不可一世 要不是时会长一直维持着他和丁青的和平 凭他一人之力 对付丁青那是十分吃力的 所以他呀 更不会蓄意谋杀篡位 但警方一直担心 金门集团的势力壮大 如果不及时插手控制 很有可能会像日本那样 由于无法管控 最后变成黑道合法化 而警方准备从金门集团新会长选举开始干预 选一个可以长期暗中听取警方意见的候选人 所以时会长的车祸是谁制造的便一目了然 丁青掌管着金门的建筑业和海外业务 虽然在集团排位第三 但由于自身的才智突出 是最适合的会长候选人 李仲九排名第二 是会长顺位继承人 虽然曾经是时会长的左膀右臂 不过金门集团中只有虎派支持他 其余的派系基本都支持头脑清晰的丁青 最后一位是副会长张守基 虽然是副会长 不过呢却有名无权 现在基本过着退休式的老年生活 而李自成呢是警方八年前 安插在金门集团的一个卧底 知道李自成身份的人只有三个 一个是他的美女围棋老师 另外两人分别是他的上司 江科长以及局长 李自成一般通过和围棋老师学习 来传递集团内部最新的情报 按照最开始上面给李自成的规定 只要金门集团的石会长死了 他便可以结束多年的卧底工作 但是维棋老师却告诉他 计划有变 让李自成去秘密地点和江科长会面 尽管他对计划继续执行非常愤怒 但是冷血上司的一番话 让李自成无路可退 比起让金门的人知道自己卧底的身份 还不如继续回去坐好现在的位置 李自成即将转身离开时 却被江科长的一番话再次激怒 他竟然知道李自成的妻子怀有身孕 并且腹中的胎儿应该是个男孩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竟然一直被警方监视着 明明是自己被派去黑帮做卧底 现在在警方眼中 却成了一位不被信任的人 隔天的选举会上 大家都默不作声 会长刚死 谁都不想当出头鸟 副会长发话 集团不能群龙无首 下周的会议上 一定会推选出新的会长 由于丁青在上海的业务影响 他只能暂时离开韩国几天 虽然丁青把李自成当成好兄弟 但出于职业操守 李自成在丁青出发的前一天 还是把丁青隔天行动的详细时间 和地点都告诉了上级 他刚过安检就被警方拦了下来 江科长把一份文件直接推给了丁青 上面记载着李中九的各种犯罪证据 聪明的丁青看到后 瞬间明白了警方的意思 他表示虽然自己是黑道 但不会用这种低劣的手段来竞争会长 这时江科长又拿出了一份材料 丁青看到后不由的感叹 自己的底细竟被警方摸得一清二楚 所以如果他不接住江科长抛出的橄榄枝 想必李中九一定会成为下一任会长 在飞机上丁青安排自己的律师 让他寻找一批中国最好的黑客 负责调查江科长他们警署的所有资料 再从沿边把之前培养的几个不起眼的棒子刺客 叫到韩国来 不久后江科长带着大批警员找到李中九 如果几天后的会长选举 李中九不在场 那时无论他会不会被判有罪 都会失去支持 所以到目前为止 警方的干预计划还是比较成功的 接着江科长暗中联系了李自成的妻子 原来他就是江科长安排在李自成身边的眼线 他们夫妻俩生活的一举一动 都要一字不落的完全报告给江科长 虽然这种生活让李自成的妻子觉得很累 但江科长同样掌握着控制他的把柄 威胁他 如果让李自成知道自己妻子就是警察的线人 他会怎么做呢 江科长表示 自己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混蛋 哪天自己人头落地都是应得的报应 他也很无奈自己活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 但这就是他的本职工作 哪个人不是为了生活都在咬牙坚持着 几天后 丁青回到韩国 他直接去了看守所探望李中九 但两人原本光明正大的斗争 现在却变成了互相猜忌和怀疑 李中九坚信是丁青和警方透露了自己的罪行 而石会长的死丁青也暗自认为肯定是李中九干的 但明面上丁青告诉他会委托律师尽快把他捞出来 隔天丁青和江科长相约在球场见面 作为华人马上就要过中秋节了 他从中国带来一盒名贵的月饼送给江科长 没见过市面的江科长便直接掰开月饼 发现每个月饼竟然都是美金像 江科长虽然混蛋 但他清高把所有的月饼都倒在了地上 丁青虽然早就猜到他不会收下 但还是忍不住问江科长警方到底是想要干啥 既不趁机铲除黑帮也不会放纵他们所作所为 江科长表示警方对黑帮只有一个要求 只要服从警方的管控就行 话一致此丁青明白他的意思 警方就是想让下一任会长当作一条狗 丁青控制住愤怒的情绪 随后告诉他给金门集团一点时间 自己会考虑这个条件 随后律师交给了丁青他想要的材料 碰巧这时李自成打来了电话 不过他还没来得及多说 大哥丁青就告诉他 晚上去海边的仓库见面 有一份大惊喜要送给他 天黑前沿边刺客F4 偷偷潜入了围棋老师的家中 他从监控中看到来袭击自己的几人后 便给江科长打去电话 说自己暴露了 让他把关于自己的所有资料全部销毁 虽然击毙了一名区 李自成到达仓库后 但是过多久 李自成到达仓库后 丁青直接让他看看后面的桶里装的什么 打开盖子后发现里面居然是围棋老师 此时惊慌的李自成已经满头大汗 他感觉自己卧底的身份已经被丁青识破 丁青将一本卧底资料递给李自成 他战战兢兢翻开第一眼 便看到了围棋老师和江科长的合照 此时李自成已经汗如雨下 丁青告诉他继续看后面 竟然还有一名 紧张的李自成已经不敢再往后看 忽然丁青拿起铁锹就砸向了自己的手下 原来江科长安插在金门集团的卧底远不止他一人 而丁青却旁敲侧击地跟李自成说 从这句话来看 其实丁青已经知道了李自成的卧底身份 只不过他真的把李自成当成了亲兄弟一样 即使李自成是卧底也不想对他下手 刚松了口气的李自成却看到 严边刺客准备对围棋老师下手 想到他是女性的身份 这三个杀手一定不会让他好过 李自成非常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同事被虐杀 并且以为丁青还没有发现他 便抢过手枪 狠心结果了围棋老师的生命 隔天江科长在神讯室中约见了李仲九 张欧片是那天丁青和他在球场上的 见面时拍摄的 李仲九叫来自己得力的手下 安排好了一切 江科长离开看守所后又约了两人 一个是李自成 另一个居然是金门副会长 原来副会长也早已成了警方的线人 扶持丁青会长其实就是一个谎 只不过想利用丁青让李仲九对他产生仇恨 原本想扶持的人一直都是副会长 因为他最弱并且最容易控制 而新的计划是等张守基坐上会长的位置后 再把李自成培养成副会长 这样张守基虽然当上了会长 但还是个傀儡 真正控制金门集团的是李自成 虽然计划听起来非常完美 但李自成已经完成了之前的任务 他不想再继续下去了 这时江科长告诉他 包括李自成的警察档案在内 丁青将李自成的档案 严严实实地放在了保险柜内 仅仅因为李自成是自己的兄弟 他无论如何也下不去手 只能将信息封存 丁青在地下车库准备离开时 忽然冲出来一群打手 这群人全部都是李中九安排好刺杀丁青的 由于对方人数实在太多 他们只能边打边退 推到电梯口准备乘电梯离开时 却发现里面早已埋伏了许多杀手 他们使劲将丁青拽入电梯中 几人围攻准备刺死丁青 丁青再厉害也双拳难敌四手 不一会儿 他身中竖刀坐在电梯角落中 此时只剩两名同样受伤的杀手 跃跃欲试 电梯门打开时 丁青已经奄奄一息 同样李中九也派了多名手下 去刺杀李自成的妻子 可当门打开时 警察早已埋伏在此 受到惊吓的妻子 忽然身体内不断流出血水 孩子肯定保不住了 得到消息的李自成 匆匆赶到医院 他看着周围的人恍然大悟 这看似自然发生的一切 其实都在警方的控制下 自己也不过只是一颗棋子而已 又被江科长约到秘密基地后 这次李自成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即使任务持续进行 他也不再愤怒了 听完江科长的安排 他一句话也没说便走了 刚出去后 就接到了医院的病危通知 来到丁青床前 李自成把所有人都支了出去 直到最后 丁青也没有揭露他的身份 只是告诉李自成 丁青的死 成为压垮李自成的最后一根稻草 举办完葬礼后 李自成来到了丁青的办公室 冷清的房间内 再也没有碎嘴丁青和他不停地打去 按丁青所说的 他拿出来一个盒子和一个信封 信封里是装着关于自己的警察档案 而盒子里是一对山寨手表 这次他没再像以前一样 嫌弃地抛开 而是将表戴在了自己手上 隔天即将到达会长选举的时间 可张手机却等在了李自成家门口 想让他一同乘车 两人商量些事情 都上张手机也没有伪装 他表明自己的立场 不甘心做傀儡 想找个地方把李自成除掉 到达一处废弃工地后 他信誓旦旦地告诉李自成 一定要带他向丁青问号 令张手机没想到的是 李自成早就暗中说服了这些小弟 故意陪张手机演一场自以为是的戏 他远远低估了李自成的能力 而李自成还做了更多计划 虽然李中九出狱了 但李自成安排众多小弟等候他多时 最后把他从楼上扔了下去 其中一名炎边刺客 按李自成要求去了秘密基地 而李自成同时也约了江科长来到此地 直到自己被算计了的江科长嘴中叹了口气 自己的计划算是失败了 而另外两名不起眼的炎边刺客 一直在偷偷跟踪局长的车 因为他也知道李自成的身份 所以不可能留他活口 就在等待火车信号灯时 两名刺客装上小鹰干掉了局长 会议马上就要开始 此时李自成带着一群小弟 非常壮观地走进了会议室 他顺理成章地坐上了新会长的位置 如果非要给黑白加一条界限的话 那李自成仍如其名 只有自己才可以定义什么是黑白 丁青是黑道 可他做着仁义之事 对兄弟的情义远远高于权利 江科长虽然是警察 可他却通过不断的威逼利用 而做着自己警察本职正义的工作 他两只胳膊带着六块劳力士 私藏的现金更是多到数不清 但是一家屋口却挤在一个十几平米的小屋内 老崔是府山海关总部的监察官 他们平日里对待工作 态度十分认真 你以为他们都是尽职尽责的好公务员吗 其实是为了能够多打捞些油水 一旦查到有违禁品 便可以一服一料 等着厚厚的钞票 自己走入口袋 1985年的韩国 腐败已经充斥着每个机关单位 黑帮更是猖獗到无法无天 就连总裁都死囤政治资金 老崔几人来到厕所准备分赃 却因钱太多没拿稳 一不小心散落一地 老崔的妹妹要准备结婚了 面临着自己的未婚夫来哥哥家拜访 没想到 穷三的哥哥竟把全身上下所有的钱都给了妹妹 就连妻子都看不惯穷大方的老崔 没想到隔天 他们就被眼红的同事举报 现在需要一个人站出来背黑锅 大家一番商量决定 按照谁家人口少 谁来背这口黑锅 别人最低都是六口之家 而老崔的五口之家显然注定要背这锅了 过了几日后 老崔很不甘心这样的决定 他夜里找到了即将下班的同事 想要行贿解决此事 但他没想到 命运的转折点却由此开始 老崔看到外面有两个人鬼鬼祟祟 为了保护货物 双方扭打起来 两个小套逃走后 老崔打开集装箱 发现里面藏了大量的洗衣粉 老崔知道 这批货之所以能进海关 肯定他们内部员工也参与了此事 仔细一想 反正自己呀 马上就要离开单位了 再也搞不到贿赂款 不如呀 来一次黑吃黑 就当做自己的退休养老金 他准备把货都卖到日本 同事刚好认识一个与黑道油染的人 夜里 老崔辗转难眠 他不知道自己做的这个决定 到底是不是正确的选择 隔天在同事的营件下 他见到了本地数一数二的 黑帮老大小崔 小崔和日本黑道 有着密切的生意往来 看了货后 开出350万亿公斤的价格 同事老赵是以他赶紧同意 没想到 老崔只有二辆的酒量 这个时候 竟然喝高了 没想到隔天老崔竟然直接坐在了小崔父亲的家中 小崔父亲年轻时受到了老崔不少照顾 两人曾是昔日好友 而按辈分来说的话 老崔比他父亲的辈分都要大两轮 小崔不得不乖乖下跪 最后老老实实叫了一声大富 就此之后 爷孙两人关系越走越近 这天就过三巡 老崔表示自己和当官的都很熟 人脉非常广 官场的事情他都可以摆平 去厕所的时候 碰巧看到了之前的科长 几句玩笑惹恼了老崔 两人便发生了冲突 不过有小崔的二把手在场 老崔仗着自己现在后台势力强大 他的气场瞬间压住了在场的普通人 这种顺其凌人的感觉 让老崔自以为他又一次站了起来 渐渐赚得盆满钵满的老崔 带着自己的家人离开了脏乱差的小村子 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有钱不敢花了 之后老崔不管走到哪里 身后都跟着一群西装革履的小弟 1985年老崔正式进入黑社会 他首先涉足的领域就是赌场和洗浴 在洗浴场内他遇到了老友徐社长 老崔得知徐社长最近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他入股的一家低厅生意非常火爆 人满为患 但每个月结算后却分文不转 他认为是看场人员小金 偷偷在暗地里搞小动作 老崔同意帮忙后 转头就把这件事告诉小崔 而小崔和小金两人之前是发小 他们闹掰后 基本老死不相往来 井水不犯河水 但徐社长给他们的报酬是 如果能解决此事 愿意永远拿出低厅一半的利润给他们 小崔也很想得到这份收益 不过按照韩国的江湖规矩 想夺取同道中人的地盘得拿出一套合理的说辞 才能够让人幸福 老崔一听这种事 他最会干 隔天带着自己的妹夫小马来到低厅 他明面以谈生意为由 而暗地里其实是来找茬的 小金听到老崔的话后非常生气 没说几句就把老崔狠狠揍了一顿 老崔和小马屁滚尿流的跑开了 虽然丢了面子 但却换来了开战的理由 小崔团队的实力毋庸置疑 没过几分钟就控制住了整个场子 虽然小金及时赶到 但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幕 他没有一点办法 小崔是小金昔日的大哥 他直接告诉小金 从今后一半的场子都归他 并且场地得归自己的人看守 然后让小金给他点上一根滑子 可小金却不同意 当着这么多小弟们的面 小崔感到很没面子 接着他二话没说 直接拿起酒瓶干了上去 老崔他们正式接手低听后 导致另外一方的收益大幅下滑 女股东知道都是老崔搞的猫腻 为了这件事两人撕打了起来 不一会儿警察就赶到了现场 但老崔即使被靠住双手 他也一点都不怂 因为他和这里的所长非常熟 反而难搞的是小崔这边 女股东和警察透露了 前些天小金被小崔打成了重伤 所以他可没那么轻松就能离开监狱 这时老崔动用了自己超强的人脉关系 崔氏家族的各位大佬 他都有走动 甚至请来了崔氏的现任组长 而检察院的检察长 真是崔老组长的外设 夜里三人享受着高品质的大餐 崔检察长的一通电话 就轻松把小崔从牢里捞了出来 老崔为了表示感谢 缓缓拿出了三只金闪闪的大餐厨 崔检察长眼睛里都闪着金光 而经过这场牢狱之灾 小崔对大夫更是心服口服 甚至让老崔的地位和他平起平坐 对大夫产生信赖后 小崔给他介绍了日本黑道的头目 作为对他们生意长期稳定的感谢 日本黑道大哥特意送给了老崔 一把非常难得的手枪 不久后 老崔的钱已经多到数不清 而之前的疯女人股东 也成了老崔的小情人 虽然自己在黑道上混得风生水起 但他对子女们的教育 却一直没有疏忽 让儿子时刻记住 以后要当有权力的人 但好景不长 人的欲望永远都是指增不减 这天小马叫住小崔的二当家阿超 他知道阿超 私下吞着敌厅很多供款 自己也想分一杯羹 没想到阿超根本不理会他 直接一瓶子将小马打倒 得到消息的老崔怒气冲冲的来找阿超算账 揍了他一顿过后 甚至掏出了手枪 而此时小崔也赶了过来 拿起麦克风对着阿超一顿怒吹 眼看老崔和小崔生意做得越来越大 小金那边为了利益 真准备和他们干一家 试图能要回一些生意和地盘 小崔这边也根本不怕 做好了开战的准备 老崔对他的做法很不满意 自己疏通关系 维持人脉 小崔却到处按照自己的性情来做事 小崔也看不过大副的这种态度 明确告诉他 黑道有我们黑道的规矩 他则问老崔 你真正属于黑道吗 之后老崔马不停蹄地单独约见了小金 并且表示 不如我们两人合作一把 几个月后 韩国内部迎来了动荡时期 小金找到小崔落单的机会 便派了一个杀手 偷偷跟踪小崔 他有所察觉后 躲进了路边的警察局 但在这个动乱的时期里 哪儿都不安全 一个燃烧瓶忽然破窗而入 小崔见状赶紧跑了出去 结果杀手挡在了门口 趁机刺了小崔两刀 幸好没有刺中致命部位 小崔重伤住院 老崔得知后前来看网 却不再像以前那样 受小弟们待见 因为他们得知了 老崔在暗中和小金坛合作的事情 而在黑道中 这就属于蠢蠢的背叛 隔天二把手带着几个小弟 把老崔狠狠揍了一顿 几周后 他找到了小崔请求原谅 粘在之前就情的份上 他原谅了老崔 不过告诉他 永远不要再进入黑道的世界 事后 二把手按照小崔的意思 给老崔拿来了两亿含元 算是断绝费 至此之后 老崔和小金混到了一起 两人相谱相成 维持着现状 直到1990年 卢总统为了取得明星 决定进行一场 史无前例的扫黑除恶 这名赵检察官也是出了名的狠毒 他立马发号失令 对釜山所有大小帮派 进行了逮捕行动 但行动前 还是有不少警员 给黑道 偷偷通风报信 人脉很差的黑道帮派 基本被警方一锅端 而老崔和小金 当然也逃过了一劫 不过他们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小弟 能让老崔挺起腰板 也只有这个笔记本了 上面都是各位高官的通讯录和把柄 而老崔暗中又悄悄组织了一个饭局 他把负责这次扫黑行动的赵检察官 利用中间人找了过来 虽然他碍于面子 最终肯留下来吃饭 但在卫生间两人相遇时 赵检察官却表现得依然狠毒 隔天小金就被埋伏的便衣警察当场抓获 而他也直接供出了合伙人老崔 老崔和赵检察官再次独处一事 老崔手中已经失去了任何有利条件 但他八面玲珑的能力依旧不见 而那段看似没用的饭局 也在一定程度上 缓和了两人之间紧绷的关系 赵检察官同意了老崔的一个双赢计划 当晚老崔就从监狱中被放了出来 小崔最近也四处逃避 并且一直在打听老崔的下落 派了几名小弟去家中带走老崔 两人见面 小崔第一句话 就质问大富是不是出卖了他 老崔苦口婆心解释 如果自己想出卖他 那自己的合伙人小金 也不可能这么快就被捕入狱 小崔觉得有道理 也只好暂时相信他 这出苦情戏 当然都在老崔的控制范围内 隔天电话铃声响起 而警察早已坐好了监听 按照小崔的意思 希望大富尽快能从韩国消失 如果老崔被捕 那小崔也会跟着完蛋 两人会合后 准备一起乘车把老崔送走 两人虽然已经分开了几年 但感情还是有的 不过在利益面前 再好的感情 恐怕也扛不住巨大的利益诱惑 没想到 忽然出现几辆车 堵住了去路 小崔这才反应过来 到头来大富还是出卖了他 两人扭打在一起 小崔此时拼了命 也想杀了老崔 老崔因一次意外 踏入了黑道的领域 而他始终都没有成为一个 真正的黑道 小崔虽然人狠话不多 即使老崔背叛过他 但小崔仍然念着 他们之前的情谊 老崔更像是一个 把一切当作交易的黑心商人 而小崔虽然坏 虽然狠 但他有情有义 数年后 老崔的儿子 没有忘记父亲的教诲 他当上了 人人崇拜的检察官 而老崔的身份 已经转换成了 优秀检察官的父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